其他消息来看到现在搭飞机出国安全吗 胸腔记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引用了国际期刊表示 因为机舱内的通风系统比一般建筑物有更高的通风率 加上呢 椅背对椅背的设计减少了面对面接触等等因素 因此在空中旅游得到COVID-19的传播会比在办公室里面 教室内或是捷运上相对是比较低的 不过国内也有其他的医师认为 实际上还是看过很多在飞机上染疫的个案 不只是飞膜的传播 机舱里面的空气扰动或是去厕所也容易接触感染 还是不能大意 各国边境松绑但现在搭机出国安全吗 胸腔科级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引用国际期刊表示 在空中旅游得到COVID-19的传播比在办公室内 教室内 超市内或是捷运上低太多了 我们知道在机舱里面 它用的过滤器全部都用HIPAA 高等品质的过滤器材 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办公室很少会用HIPAA 黄轩表示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 是科学家针对空中旅游染疫几率的研究 分析近1.4亿的旅客 有2866位在空中旅游得到感染 平均每百万人会有一人感染 研究分析机舱内椅背对椅背 减少了面对面的接触风险 还有上机前体温测量 健康筛减 旅客无接触管理 像是脸部扫描护照扫描等 以及机舱内空调通风系统 比一般建筑物都有更高的通风率 这些都可以降低传播机率 不过专家认为这并不代表上机后就可以放心 风险在于人跟人的接触或者手机接触到 卫浴设备啊 椅背啊这些东西 其实有看过很多飞机朗疫的情形 它的空气扰动会让飞沫传得更远 还有就是大家会共用的那个洗手间等等 这些措施也很容易发生接触传染 医师李宾颖认为搭机顶多十几个小时 但在办公室停留的时间可能是几天几个月 基准点不一样很难比较 要降低染疫关键还是在于口罩戴好戴满疫苗 是否接种完整 记者是赵宇杰特报道